許偉這次在第一局的狀況並不是很理想 被打了三三檔 另外有一個寶宋 隊友還發生了一個失誤 掉了3分 在這個半局 高國慶呢 繼續在場上來打擊 不是就林恆與第一局的第一局的投球看起來嗎 就投球動作 跟他過去來講或許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在流暢度來講 其實這樣做得還不錯 而且我們知道林恆與她過往 在擔任投手的時候 其實她的一些變化球種 一直掌握得很好 所以在搭配她的經驗 當然現在的球數 若是能夠再加到 或許可以接近一百四十公里的話 我想她的投手還是有一定的壓力在 球數現在是兩好球一敗球 高國慶兩成八八的打擊率 有十八的旋律打52分的打點 前一個半局 在守備的傳球方面呢 是發生了失誤 這球打成了一個軟弱的滾地球 在三壘方向 三連手接球之後傳一壘 將打擊的高國慶給刺殺 那林恆與在0506年 當時在成泰呢 真的是投得相當的出色 這個05年的時候是12勝8敗 那在06年呢 更是17勝8敗 尤其在06年的時候呢 單機投了有202局 的確以0506年的林恆與 真的不是是強 而且是很強 超強 真的是超強 那之後呢 也到 這個日本之邦去挑戰 但是呢 並不是非常的順利 那再回到台灣 現在打者輪到第五棒的 張泰山 這球呢 盼一個好球 張泰山 3x18的打擊率 有8x全力打48分打底 長打率是4x96 歷經也是連續兩場比賽的 有安打 這球 打到了二壘手的後方 形成了一個安打 現在張泰山的一個打擊喔 講出神入化喔 也算不為過 另外就是他有點這個叫做 兵來將黨水來土野 你怎麼投他怎麼打 就是他有時候可以 可以往打右半邊 打中外野打左外野 可長可短 的確 剛剛明理這麼形容 真的是沒錯 我們如果剛剛有透過那種 慢動頭可以看到 他面對這個球這麼低 而且 感覺他第一時間 好像稍微早了一點 所以他前跨腳跨出去 就稍微做一點停頓 把球帶進來之後 再做這種所謂的反向攻擊 攻擊真的是非常的流暢 所以他瞬間還可以做一點 微調跟應變 沒錯 這個就是最有價值的地方 現在輪到郭戴琪 郭戴琪在三連線的前兩場 都打得相當的出色 就在這個 在他球要開始往下掉的時候 他身體有稍微做一點停頓 就是這樣的感覺 可以讓泰山 從加入直棒到現在 一直都維持非常好的攻擊手感 而且這樣的所謂的瞬間的停頓 的確對打者來講是最重要 當然我們很多討論在攻擊 都是很多時候一瞬間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辦法做到這樣 我相信也會是很好的打者 這個球打到了優外野方向的一個高飛球 經過郭戴琪是遭到了接殺 現在形成了兩出局 跑者呢還是田柔在一壘上 球速雖然不快 運用的內外的搭配 所以的確今天投到兩局 投到現在 至少再取得兩人出局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感覺上還蠻容易的 現在輪到七棒的劉富豪 兩成五零的打擊率有 三發全力的二十一分打電 最近的狀況也保持得相當不錯 連續四場比賽完打 上來率是三成三七 我目前的林恩宇 畢竟是上後復出的第一場 在宜君的一個比賽 要觀察的一些點 其實還蠻多的 那球速大概只是 其中的一個項目而已 是 而且我同意今天 李鋒豪教練說 他所提到的一點 他覺得說 內容原則上 才是考慮的重點所在 也就是說他的 健雷點做得如何 他對打者的壓制力如何 我覺得這一點 都會大於球速上的一個表現 因為畢竟以一位受傷的選手 來講的話 球速要再回來的話 還要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因為今年在很多比賽當中 其實也遇到了林恩宇 其實你真的會發現 他的身材 其實真的是比以前更精壯 他過去是感覺好像有一點 好像有一點瘦瘦比較苗條 但是這新年來的 不斷地進行復健 中量訓練 其實讓他的身體素質 其實比過往看起來是比較好 今天大概最快的球速 不管是我們的測速箱 或者是官方的 在現場的測速箱 大概就在135到 但多半目前還沒有看到有140 大概就13 像剛才上前一個球 現場測到138 我們是測到136 所以速球大約都在135到138之間 像這個球現場也測到137 不過我們剛才也提到 這個速度只是觀察的一個指標 當然包括他的一個 投球的一個壓制力 另外就是投球的數量 也就是他的一個續航力等等 其實要觀察的蠻多 因為今天兄弟上隊 對一個這麼久沒有出賽的投手 讓他做先發 這個定位跟期待的應該是很清楚的 就是希望他能夠 接下來能夠 這個站穩先發的一個角色 這球打成了一個在外野的飛球 中外野手追過去行進尖 把這個球張志豪接殺出局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市隊的進攻 留下一個殘量 目前是0比3落後 前面的 εί着 我們都真是有想太的 前面的確是有差少 那些報告 很高尼 我們還是會有份見過 這個時間是有些不幸的 這個時間在太陽 我們是黃金獶